你现在刚刚那首歌第一句轻唱一下 不是对口行吧 你就轻唱两句 我们要检验检验一下 哈 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国内唱歌反川界的两位民间牛人 说起反川大跌第一反应 就会想到李宜刚的新贵非醉酒 而今天这两位牛人比李宜刚还要厉害的多 他们一开口就让你出了经验就是难以置信 就连现场评委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怀疑他是对口型 以至于评委老师不得不现场打断 让他轻唱 你现在刚刚那首歌第一句轻唱一下 他叫李丽是一个普通奴民 在安徽农村卖牛肉汤为生 他在另一个节目就更尴尬更离谱了 评委老师严重怀疑他是假唱 直接说他是对口型 甚至让主持人拿着话筒 让他现场轻唱进行检验 对口型吧 你就轻唱两句 我们要检验检验一下 来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有 你不要停 你不要停 这位就更厉害了 他是一个在工厂打工的打工妹 因为在网上模仿反窜 土虎钢的金钟报国而爆红 后来被电视台综艺节目邀请到现场演唱 一开口全场都惊呆了 本以为他只会这一首歌 其实他最擅长的是南高音歌手 韩磊的歌曲 没想到他后来被邀请和大名鼎鼎的南高音韩磊 现场同台标歌PK 他一开口全场都沸腾了 观众起立尖叫 就连韩磊都被他的嗓音所折服 给他竖起大拇指 这两位民间高手 读他的嗓音有没有惊艳到你 如果是二选一的话 你认为谁更胜一筹 请在评论区留言你的看法 点赞订阅 下期更精彩